本频道由望来山独家播出 望来山凤梨醋轮廓世界食品品质提建金牌大赏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望来知识家 你平常有喝醋的习惯吗? 醋是料理的调味品之一 近年来最近成为保健养生的宠儿 喝醋的好处有很多 消除疲劳、调节血液、酸解平衡、帮助消化、预防衰老、消去能力、促进新陈代谢、防止心血管疾病、利尿作用、增强肝生功能、美人护肤等等 但是你知道你喝到的是好醋吗? 食药食物从107年7月1日起实行包装食用醋标示规定 目前市面上将食用醋分为 酿造醋、调理醋、合成醋三大类 酿造醋使用天然谷物、水果等作为原料 经过发酵、酿造而成 调理醋则是以酿造醋为原料 添加果汁、浓缩汁等制成品的果醋 合成醋以冰醋酸为原料 加水稀释而成 经过说明比较 酿造醋是作为保健的最佳首选 像我们去卖场食购醋时 可以透过几个药点来分辨酿造醋和合成醋的不同 首先我们可以从包装说明来分辨 酿造醋以穀物、水果为原料 合成醋以冰醋酸为原料 再来从醋的颜色来辨别 酿造醋颜色透明 呈金黄或淡黄色 合成醋一体透明 无明显颜色 接着我们可以试着洋矿平生 压造醋会产生大量泡沫 泡沫吸质不易消失 合成醋矿沫少且消失得很快 另外在喝醋时也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空腹、醋过敏、低血压、胃溃痒 胃酸过多的人要避免喝醋 不要没达到养生反而伤生 选择好的醋正确的饮醋观念 才能达到保健强生作用 喜欢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订阅频道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忘了称天然酿造的凤梨醋饮用方法 直接吸水溜辟水来喝 或使加蜂蜜饮用风味更佳 今天就这样啦,拜拜